中国男篮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天才00后们 有这样一名球员 他是队内核心 是最为稳定的得分手 千禧之年出生的他 19岁便获得CBA全明星技巧挑战赛的冠军 年仅20便拿下了全明星星瑞赛的MVP头衔 本赛季更是以命中140级三分球的成绩 位列全联盟第一 未来可期四个字用在他身上毫不为过 作为最强00后的最佳人选 将伪泽体内又蕴含着何等能量呢 本期体育观察员带您了解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天才射手的故事 2018年是CBA吉林东北虎俱乐部的福年 两位姓姜的同学双双入队 给俱乐部在联赛中带来了名次的提升 其中一位姜同学更是靠着优异的三分成绩 成为了球迷眼中的小酷里 作为具有高性价比运营支撑的吉林队 这名小匠又将带来怎样的成长故事呢 他是大山中走出来的新秀空位 2000年5月6日将伪泽咕咕坠地 这个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青县的小伙子 还不知道未来会和篮球开启一段亲密故事 小学三年级时 江伟泽在学校篮球教练的慧眼师朱夏进入了篮球队 开始了他的篮球训练 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篮球系统化的指导 凭借着对篮球的喜爱 日日刻骨训练下 一手篮球是打得有模有样 随队参与比赛后 又被现第一实验小学的教练相众 提出要带他走出这个小乡镇 去献力发展 作为在临场工作的普通父母 得知这个消息后可谓是喜忧参半 一边要面对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 一边又为儿子可以去更好平台发展所骄傲 最终父母还是做出了一项伟大的决定 由母亲陪同孩子去县里读书打球 父亲留守在家中做坚强的后盾 这正因此 小小年纪的江伟泽 便有着和同仁不相符的成熟心理 就像凌晨四点钟的洛杉矶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后 江伟泽就来到场上开始训练 也是从那时候起 他心中就埋下了 要将自己篮球技术磨练至顶级的种子 在六年级时 江伟泽成为了小球队的小核心 在他率队下 球队得到了自制州的冠军 这也是小小球队的一次奇迹 而他也顺利进入 研究是第七中学继续深造 而后日子 江伟泽的球技也是越练越精 在十四岁那年 他得到了吉林职业南篮负责人孙军的注意 这个在场上投篮准 思路清晰 敢打敢听的孩子 由此进入了吉林东北虎俱乐部的少年队 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 走上了职业篮球道路的江伟泽 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 前妻因为身材的瘦小 个子不高一度 在同高中生的一些比赛中被人诟病 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会被轻易打趴下的人抱着心中的训练 高中那几年 江伟泽日复一日的加练 将自己的投射能力练到了远超同龄人的水平 而在教练的鼓励支持下 出场时间也多了起来 2018年10月 江伟泽顺利升上了吉林一队 作为一名职业球员 征战于CBA的大舞台上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升上吉林一队之前 便在2018年2月份 入选了U18国家青年男男的名单 为球队夺下季军的成绩 即用四年时间走完青年队全程的江伟泽 在2018年10月21日迎来了生涯首战 出场一分钟拿下一份完成首秀 这个看似平平无奇 甚至有些搞笑的成绩 但却是他从0到1的开端 面对新的强度 新的对手 新的一切 他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呢 在18年新年将至的倒数第二天 吉林队对阵山西队 抛开了怕头不尽想法的江伟泽 在场上给对手下起了三分雨 数年的努力在这一刻绽放 首截比赛中三投三中 而后愈发手感火热 全场三分球九中七 拿下了23分 创造了个人CBA生涯得分新高 而在一个月后的CBA全明星赛技巧赛中 以26.5秒的成绩破纪录 博得冠军 这也让他在后续比赛中 坐稳了首发的席位 2019年1月17日 江伟泽作为吉林队首发 近乎打满了全场时间 达下了21分11篮板五助攻的成绩 而他们的对手是实力强劲的 卫冕冠军辽宁队 此轮比赛将这名小将的身影 映刻在了广大球迷的眼里 渐渐的江伟泽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而这两年中 江伟泽也成为了对内效率最高的得分手 2020年10月20日 江伟泽出场36分钟 三节时间便拿下了12头 9中22分5助攻无抢断的成绩 创下个人生涯抢断新高 他或许不是那种现象级的球员 但一定是未来可期的中华小将 随着越来越适应 CBA的比赛节奏与强度 他也是频繁创造出自己的名场面 2021年开春之际 他已然成为了CBA赛事中的凶狠射手 在1月29日比赛中 为吉林队献出了13投10中的成绩 其中三分球命中率更是高达73% 斩获了31分的好成绩 再创新高 正如同他小时候说的那般 一定要将自己的投篮练好 现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吉林神射手了吧 在2020-2021赛季中 江伟泽一共命中了162G三分球 直接超越了历史球员徐国冲创造的记录 成为了CBA历史上单赛季命中三分球 最多的本土球员 今年年初 在吉林队对阵山西队的比赛中 江伟泽再一次的给到我们惊喜 以25投13中的成绩助球队拿下胜利 狂砍36分 而他在场上的酒力三分球 再一次的刷新了其个人生涯的得分 三分球新高 这个身高1米81 体重72公斤的小个子 在长者如临的CBA赛场上 频繁上演属于自己的奇迹 而他现在再也没有了原来的胆怯 屡次在场上刷新着自己的记录 今年3月 CBA官方宣布江伟泽入选了全明星的替补阵容 而这时的他才22岁 在后续的CBA常规赛中 江伟泽更是拿下了44分的高分记录 至2022年3月23日 他再次以140级三分球的成绩夺下了联盟三分王的美誉 而如此成绩自然会遭到各大俱乐部的疯强 但江伟泽却选择留在吉林队内拒绝了一系列的高薪诱惑 如此一举实在难令人信服他只是位年龄22岁的小青年 至限期 江伟泽依旧稳坐投手榜前几名 在2022年7月5日 江伟泽正式与吉林队续约5年时间 也期望江伟泽在后续职业生涯中 可以再创出更好的成绩 作为吉林队的神射手 其大心脏的特点已在比赛中显示出来 现期年仅22岁的江伟泽将有着更好的发展 若无伤病影响 或许他将成为新一代的CBA历史上的射手王 如同前文所述 虽然他个子矮小 但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从前期的不敢打到现金接球投篮手的转化 也进一步印证了他未来的实力远不如此 希望在得到更好支持的情况下 江伟泽可以为我们展现出 中国南南新生力量的统治力 本期体育观察员到这里就结束了 随着中国南南近年来的换学 迎来了一批如同江伟泽这般的勇猛小将 您认为江伟泽是最强00后的最佳人选吗 续约5年的江同学能否带领吉林队更上一个台阶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为我们的中国健儿们点赞加油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点关注 您的关注是我们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了解更多体谈咨询 请关注体育观察员 请不吝点赞加油